首先打开电源 启动 关闭 连接WiFi 打开APP 添加设备 按做连接设备 蓝牙面打开 打开 看发现设备 添加下一步 完成 完成 开启设备 关闭 预付费功能 出示密码4个0 充值 100 保存 可清零 打开预付费 定时功能 倒计时 定时 一个星期 循环定时 一个星期 电动开关 电动开关 功能设置 在报警设置里面 漏电设置 可关闭 温度设置 可设置 电流 关闭 可以1到63A 可设置 温度设置 恢复电流 延时 过压设置 压设置 准压可设置 符合全世界 每个国家的电压 重核闸 恢复时间 都可设置 这里查看报警记录 开启 完毕